马上就要过年放假拿年终奖了 小伙伴们都已经买好票准备回家 或者已经在家里躺着了吧 春节是我们中国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语 但是不要以为只有我们中国才有 实际上有很多国家都会过春节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国家是怎么过春节的吧 韩国春节又称旧镇 是韩国的传统家籍 由于韩国是汉字文化圈国家 过春节习俗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就比如都会包压岁钱 只不过是用白纸包的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春节就比较相像 但是他们还得去教堂做弥撒 为此教堂大年初一还会允许武师队来教堂武师 寓意兴旺发达 日本的春节时间比较特殊 是在元旦 在12月31日当晚 日本家庭都是欢聚一堂 收看日本的春节联欢晚会红白歌会 越南的春节则和中国一样热闹 家家户户大鱼大肉 年货也是越来越丰盛 但越南过年时会买一条活鲤鱼 放身到河里 寓意造王回归天空 新加坡的春节啊 对待山狗特别友好 没有结婚的长辈不能发红包 他们认为 没结婚的长辈发红包会很难遇到爱情 这真的省了好多情啊 然后尖叫做往河里 因为整个其他人好readно 有一机uben 谢谢大家